模仿科比火出圈的大姐夫 上一次贵州的篮球火出圈 是因为前东南的村BA气氛火热 人们看到了在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 居然还有这么多热爱篮球的观众 此后在贵州的网红圈 出现了不少模仿NBA的球星的山寨账号 似乎嗅到了流量密码 早期拍摄土味视频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这个贵州科比网名叫大姐夫 35岁的大姐夫 原本生活在六盘水一个很普通的村子里 从他以前的视频可以看出 2018年就涉及拍摄短视频 以前的风格集中在乡村土味 视频里他身后还是高低床 可能住在某个工地的宿舍 粉丝超过370万 2022年4月 他穿着科比24号球衣拍了段视频 莫名其妙就火了 从此踏上了消费科比的道路 不到一年的时间迅速吸粉370万 靠着拍摄模仿科比的视频 以及直播打赏成功成为网红 靠着这一招先能挣多少钱 据传大姐夫一天的收入就有25万 存款已经超过5000万 并且开上了售价500万的兵力 从工地小工到百万网红大姐夫 用了4年时间 完成了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财富积累 除了一张和科比相似度 可能不到50%的脸 他几乎没有任何篮球基础 一些基本的运球动作都不会 不过靠着这波流量 贵州奥尼尔 贵州杜兰特 贵州乔丹等一系列山寨号上线 还和贵州科比联动 他们笨拙滑稽的动作 引发了网友的嘲笑 但也因此收获了流量 凭着大姐夫的带动 贵州奥尼尔粉丝58.7万 贵州杜兰特粉丝27.2万 成为了网红 靠着直播打赏 和带货有了不错的收益 在整个过程中 他们还是在精进自己的篮球技术 但和民间高手相比差距巨大 他们吃到了篮球带来的流量 让自己一夜暴富 2022年12月 有人派到贵州科比结婚了 新娘穿的绣和服价格不菲 而当天的婚车 是一辆价值百万的兵力 有可能就是大姐夫自己的车 网上盛传 他通过网络直播日入25万 银行存款5000万 想来也不是谣传 他的直播也不是自己打篮球 而是靠着斗地主 和打麻将等游戏吸引观众 靠着这些技能相比 贵州科比也赚得盆满钵满 后来有人爆料 35岁的贵州科比 这个老婆已经是三婚 曾经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神奇啊神奇 评论 网友们着急了 都别读书了 咱都去干自媒体吧 感觉好赚钱呢 评论 读书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出路 并且赚钱也不是读书的唯一目的 评论 你妈25一天 我这他妈的专科本科研究生